各位與會的同志 面對中華民族的未來 面對台灣的幸福 未來的選戰 是一個民主對抗獨裁 和平對抗戰爭 繁榮對抗蕭條的一個選戰 我們看得出來 民進黨今天已經提名賴清德 來參選總統 而民進黨執政的將近八年來 帶給台灣的就是民主的獨裁 兩岸進入戰爭的邊緣 經濟衰敗蕭條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民進黨執政之後 絕對多數 絕對獨裁 可以清算鬥爭在野黨 可以關掉電視台 可以去打壓所有反對的聲音 甚至想要限制言論的自由 兩岸只有對抗交惡 沒有對話交流 今天更明顯的民進黨提名了一位堅定的台獨主張者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成為他們的總統候選人 兩岸未來到底是和平 交流 對話還是要走向戰爭 對抗交惡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經濟的繁榮是讓全民過好日子 民進黨執政這段時間最清楚的看到 就是兩個字 一個是漲 一個是缺 物價都在漲 房價都在漲 什麼都在漲 只有薪水不漲 這是全民的心聲 防疫期間缺口罩 缺疫苗 缺快篩 民生 大家都知道 缺蛋 缺肌肉 缺豬肉 產業 缺水 缺電 缺工 什麼都缺 只有一項不缺 就是民進黨的蛋頭官員 民進黨的無能官員不缺 這是民眾的心聲 所以我們一定要團結努力 因為民進黨在營 台灣一定輸 民進黨在營 中華民國一定輸 唯有國民黨團結一致 所有的泛藍朋友團結一致 所有為了台灣好 所有非綠的 在野的各個顏色的朋友 大家團結一致 台灣才會贏 中華民國才會贏 我們在最快的速度 上個月我們就已經整合黨內 大家共同的意見 團結在一起 現階段我們更在努力 要把泛藍藍軍的朋友團結在一起 下一階段我們要進一步的 包含民眾黨 包含再也其他政黨 包含很多非綠的朋友 甚至民進黨有覺悟的朋友 努力一起勝利成功 我們共同來歡迎這些提名委員 接下來再邀請我們每一位的提名的立法委員 我們共同為他們加油 謝謝主席 我們接下來介紹中央提名委員會 首先先請朱立倫主席往前就位 感謝朱立倫主席這段時間 勞補功高帶領全黨一起共同團結 接下來新北市侯友宜市長 感謝新北市侯友宜市長 台中市侯友宜市長 媽媽市長感謝您 一起努力共同打拼 台北市蔣萬安市長 以及桃源市張善政市長 共同努力全力以赴 接下來是我們黃敏慧副主席 南投縣許淑華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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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我們夏立妍副主席 我們共同努力持續打拼 接下來連勝文部主席 還有在這個過程當中 勞補功高黃建廷秘書長 以及我們現階段黨團總召 曾民中 好我們要先請我們中央提名委員會 所有委員我們雙手掀起象徵 團結努力打拼 等一下我們會一起先喊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團結 國民黨勝利 為中華民國 為台灣爭取人民的勝利 所以我們一起 來我們喊到加油團結勝利的時候 我們就雙手舉起來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勝利 再來一次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團結 國民黨勝利 我們最後堅定的喊出來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團結 國民黨勝利 謝謝 我們一起為中華民國 為台灣人民爭取勝利 為了主席昨天說會在適當時機 徵召總統參選 還說就他的了解已經準備好了 那你怎麼準備好 主席 在這整個過程中 讓你們整個團隊名氣一樣 被更新 最重要的 黨有他的規劃和傑作 我們一切 為國為民 為中華民國 同心其利的 那有自己的節奏 你的這個手部都沒有 現在 最重要的 新北市還有很多的工作 在進行當中 像今天 以及未來 還有很多的軌道建設 都會把事情做好 當然 我自己本身 平常 就會不斷的 去做好 我們隨時 讓自己的準備 都能夠隨時 面對所有的挑戰 都能夠 克服 以及 隨時也可以上場